你看 艾瑪華森 她其實很喜歡穿白色的西裝外套 來 我們試試看 可是這也是軟軟的耶 但是她的剪裁是硬體的 但她好像比較挺一點 沒有要妳批啊 要妳穿啊 妳就硬要批喔 就硬要批 要穿上去 穿上去以後呢 妳會發現到 其實我們講啊 西裝外套最重要的選擇呢 就是尖線要對 尖線對的時候 全部的尺寸就會對 所以到底尖線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肩胛骨這邊 有凸起的地方 往外延伸一點點 這個地方剛好切齊到 西裝的這個尖線的地方 那這裡這樣對了以後呢 妳就算腰有點鬆 妳可以再修一點 或者是呢 手的這個袖長 有點長的話 妳可以往上再推一點點 穿白色 選擇白色外套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裡面的 那種白T恤嗎 因為裡面的白T恤 或白襯衫 所以我們要穿白外套嗎 不一定不一定 那是因為艾瑪華森 她本身的風格 艾瑪華森有穿白色 因為白色的T恤 搭配白色的這種西裝外套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裡面如果是黑T 我就要穿黑外套嗎 沒有沒有 如果穿黑T的話 我會建議穿白外套 是好的 那穿白色的T恤 那花T呢 花T其實因為中間色調嘛 黑或白都可以 對 然後呢 再來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今年其實很流行 像如果有一點點英倫風的話 這個領片的地方呢 它是往內凹的 平行的這種領片 所以這種領片 往上面脖子延伸的時候 它會變成有一點點小莉菱的感覺 就是比較酷帥的感覺 不是那種西裝領把它翻起來 不是 千萬不要 西裝領翻起來 或者是 那Polo領可以翻起來 真的不行 我就是要講 因為我每次啊 我每次去機場看 機場看到很多的那個伯伯啊 他們要搭飛機 他們都會覺得自己很時尚 全部就把那個Polo領翻起來 沒有啦 那個是因為我們打球 打高爾夫球的人 不是 在後面會曬到 所以都要翻起來 可是現在有很多的伯伯 他是覺得自己這樣時髮 但是我真的講伯伯 真的不要這樣穿 因為不是很時髮吧 因為以前正少初度這樣穿耶 對 那他是儲留蝦呢 可以喔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西裝外套 它旁邊兩側 這個地方的車縫線 其實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到一下 這裡白色的 有一點看不清楚 這裡有一個很細很細的車縫線 這個車縫線 它可以往上延伸 看起來你的側面的這個 胸部的地方呢 就會變得比較立體的形狀 是假的 好棒喔 對 那是西裝外套的剪裁 那伯伊玲老師就不循喔 對 所以伊玲老師穿黑色是好的啊 是對的啊 那我們再看到背後的部分喔 背後的部分其實 它也是做得有一點點腰身 然後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比較多的鬆份 所以看起來會鬆鬆的 就有點像是小裙子的膨裙的感覺 所以你在側面這樣整體看起來 你也會覺得它的臀部會變得 比較再翹一點點 這是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今年我覺得也很適合這個 艾瑪華森風格 威姐 就是威姐 那這我要封嗎 可以 這個可以 就是有 因為艾瑪華森它是英國嘛 所以我們知道它英國的話 它會稍微帶一點點長春等風格 那長春等風格的話 其實現在這種雙排扣的就很流行 那雙排扣的這個特色就是 它在這個地方的剪裁 會偏向有一點點方正型的剪裁 那我們把它扣起來的話 你就會覺得 看起來沒有那個 不會不會不會 它不會 因為它胸部OK 不是 因為我胸部小 沒有 所以剛剛姓妹姐有講到嗎 因為裡面白T 所以你外面穿一個深色的 做一個對比的時候 看起來會更順 然後看起來整體來講 會變得很瘦很瘦 想踢外套也要選對外套 穿件有雙排扣的英倫風西裝 會搭配墨鏡 這樣子搭飛機啊 想不震都能